品牌重整建立新包裝後 又推出四種新口味三角飯糰 在官網搭配新視覺設計展示 還有推廣在地農產 強調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文化故事 進而增加替代率的品牌型素 都使用國產好吃的米糧 農委會農糧署今年輔導 七家業者建立品牌識別 成果豐碩 我們副理農會主要我們的 經營核心裡面是與大自然和諧共存 所以我們在每一年 而且我們著重在我們的循環經濟 所以對於水稻的循環經濟 這些我們著力很深 所以不管是我們的第一級產業到六級產業 主要都是我們在推動的目標 所以我們的整個產品設計包裝裡面 為什麼會有一個福星米餅 那福星米餅就是我們連續辦了 三次的稻草藝術季 然後就是用我們的稻草來發揮 我們農友的文創的這些手藝 所以也非常受我們的消費者的喜愛 所以我們這次的包裝 就是用我們的福星米餅 來呼應我們的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這個理念 來作為設計 那我們相關的這些產品的話 也用我們在地非常好的米 來去製作的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們說為什麼用星星 而不是黑熊來對我們的代表意象 其實我要在這裡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銀背猩猩是一個非常聰明的 靈長性的動物 所以我們在電影裡面看到金剛的故事 或是美女與眼獸 它所闡述的就是 當你破壞它居住的環境的時候 它會出來捍衛它 那我們福里呢 用我們的銀背猩猩 作為我們的代表意象 主要就是要告訴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我們的經營核心理念是與大自然和諧共存 那我們的星星視角著地 它表達的就是要守護 然後雙手放在胸前叫做堅持 所以這就代表著我們福里的農民 我們的有機稻田耕作了24年 有機村也成立了20幾年了 所以呢 我們的農民會繼續守護這塊土地 繼續堅持友善有機的耕作 眾所周知的話 我們是在各大通路有販售我們的米漢堡的部分 那目前的話我們重新梳理我們的品牌形象 那本次的話我們主要推出的是我們的全新系列商品 就是三角飯糰 明年的話我們預計在各大通路都可以去上市這樣子 那同時的話我們有把我們的米漢堡的部分 做了一些產銷履歷的系列 以及我們的就是CS的系列 那就是我們使用台灣的就是優良的白米 然後製作出我們各式的米食製品 市場競爭激烈透過品牌精神來提高識別度 是獲得消費者青睞的策略 參與品牌改造業者展現企圖心 齊心帶動國內米糧產業精緻化 我們在109年開始 針對109、110今天是111 我們總共有針對24家住的這個工業的 糧食的糧商、糧食業者來做輔導 那輔導的過程當中除了給包裝形象設計的改善之外 CIS就是企業識別體系 包括我們30年前我們在福島農會的時候 你就從整個農會的統一形象現身在我們看到有多連鎖店 711或者是國外進口的 國外進到台灣來的這些什麼 不管是麥當勞椒 那個企業識別體系很清楚喔 在國內國會都一樣 在國際上都一樣 所以像這一些早就有了 那我們的這些陽視的業者 是不是也必須要跟著提升 所以從這個外觀的視覺一直到制服 到你用的名片到你用的信封 還有甚至你的所有的茶杯 這些每一項都要統一的事件 以及全台灣都一樣的 不管你的行銷商或者是你的這個銷售點等等 都一定要統一 從外面的外觀統一直到內心 每一個消費者感覺到 你這一家的服務啊 品質都是一樣的 不管在台北在台中在台南 只要是你這一家企業 你的服務品質是完全是品質 一樣的 讓我這個到任何地方都獲得公平的 這樣一個服務的一個感覺 所以企業識別體系這個也非常重要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輔導完之後呢 還要賣出去啊 那這個動物現在非常非常多 特別是在這個新旺會員之後啊 廣陸行銷非常重要 國際或者是在國內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有七家 我們從過去兩年多來 二十四家裡面所選出來的這七家 七家也是我們評審委員 所以我們評審委員非常的辛苦 從無到有 這個在國內是一個創舉 那包括喜三故語農會 還有這個這個 就台灣米點心專家 那這個是銅牌 銅牌十零 那另外 兩元九九這個是草屯龍蝟 我不說草屯龍蝟 大家看那年份後來還不知道 那個九九風在他們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來操作他們的一個識別 另外 池上龍蝟用的蝴蝶 文章總共是在這裡 因為他本身就很漂亮 很多蝴蝶一樣 而且特別種樹生態 另外金龍米 金龍米這個是乳精 還有我們的米屋 米屋這個我們的這個 陳總經理 今天從總經理我來的時候 還在家裡面幫他洗碗還是 今天很非常的顧家 這幾家非常成功 而且呢 不是只有把形象改回來 他實際創造在國內跟國際市場的一個 從此創造營業文 那我就往簡單一指著 一指來講 洗生啊 洗生各位都看得到 他做一個這樣子 那個米漢堡 看起來上面就是一個米 米漢堡的一個樣子 賣到美國今年一月到現在啊 賣了二十四萬顆出去 那以前沒有了 所以這個企業識別體系 一打出來之後 品質也跟著提升之後 賣到國際市場去 為台灣人的經濟啊 來賺進我們的外販 所以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 那這一些真的是讓我們看得到 如果企業實在在進步 不跟著轉型的話 你的產品好是自己講的 企業或者是在社會上 沒有用同樣的眼光跟上來的話 其實慢慢的會被淘汰 特別是在全球化國際化之後 所以我們很希望 我們藉由這樣的一個計畫 小小的推動 然後企業大大的能夠要進 在國內國人的心目中 可以了解 可以對於這些品牌形象改善之後 對於產品的認知 還有支持度 以及後來對於這個食品產業的忠誠度 這個是我們希望達到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在市場上 國際市場上 因為這樣的改變 打到國際市場上的時候 讓我們台灣人 能夠覺得非常驕傲 因為這是我們台灣的努力 這不只是在第一線生產的人用心 在整個流通過程當中 包括設計 或是底牌維護的 或者是所有的這個產銷過程當中 努力過的人員 大家共同的努力來維護 台灣國際形象不斷的提升 然後把品質不斷的來精進 好的產品也需要消費者支持 農糧署邀請民眾用行動力挺國產蜜 自己吃的安心 送禮也是不錯選擇 記者溫峻台北報導 維持一下 看向的右邊的鏡頭 右邊 就是我們在右邊 對 感谢观看